肌肉 我们有超过600块肌肉 大约占了身体重量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它们和结地组织一起组成我们的身体 使我们能够站立和移动 不管健身是不是你的兴趣爱好 肌肉需要你持续关注 因为你每天的锻炼情况 决定了肌肉是萎缩还是增长 肌肉是萎缩还是增长 假想你正站在一扇门前准备拉开门 你的大脑和肌肉会达成完美的平衡 以帮助你达成目标 首先 你的大脑给遥控你手臂的神经发射信号 神经接受信号之后开始行动 引起肌肉收缩与放松 牵引手臂的骨骼运动 从而做出相应的动作 动作难度越大 大脑发出的信号越强 协助完成动作所调动的遥控神经单位越多 但如果门是铁门呢? 现在光靠你手臂的肌肉 是不能产生足够的拉力来开门的 所以你的大脑会让其他肌肉来帮忙 你扎好马步 收紧小腹 拉紧几倍 以产生足够的力把门拉开 你的神经系统刚刚借用了你所有的已有资源 别的肌肉来完成你的目标 当这一切发生时 你的肌肉纤维经历了细胞层面的变化 你拉伸细胞时 细胞经历了细微的损伤 就开门而言 这是一件好事 作为回应 受损的细胞会释放出 被称作细胞因子的岩性分子 以激活免疫系统来修复损伤 这就是肌肉变大的魔法 对肌肉组织造成的损伤越大 你身体的自我修复就会越多 损伤和修复的循环 最终使肌肉变大变结实 逐渐适应更大的需求 因为我们的身体已经适应了日常的活动 这些活动就不能产生足够的压力 来促进新的肌肉生长了 所以要长肌肉 需经过一个较过度增长的过程 我们的细胞需要比它已经适应的工作强度更大的强度 事实上 如果你不持续地让肌肉锻炼起来 它们会变小 这被称为肌肉萎缩 相反 让肌肉承受更高的拉力 特别是肌肉在伸展时 又被称作离心收缩 可为肌肉提供有效的生长条件 然而 肌肉生长还要更多条件 没有所需的营养 激素和休息 你的身体永远不能修复受损的肌肉组织 我们饮食中的蛋白质通过以氨基酸的形式 提供新组织的构建来维持肌肉的质量 足量的蛋白质摄入 与自然产生的荷尔蒙 如胰岛素一样的生长因子和睾酮一起 协助组织的修复和生长 这个至关重要的修复过程主要发生在我们休息时 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性别和年龄也会影响修复机制 这就是为什么有更多搞痛的青壮年 在肌肉增长上更有优势 基因因素也会影响肌肉增长 有些人对肌肉损伤有更强大的免疫反应 更容易修复和替换受损肌肉纤维 这都加大了肌肉增长的潜力 身体会对你的需求做出回应 如果你撕裂肌肉补充营养休息 如此往复你就为肌肉变大变强创造了条件 肌肉增长和生活同理 有效的成长需要挑战和压力 想要不断挑战自己吗 即刻订阅本频道 您将有幸收获新知识